- 就要我一首歌的主題之歌 - 作詞曲 曲 編曲 樓梯 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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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 time I meet you I love you My love 多麼幸運你在 每一秒需要你的時候 Want you I love you 快给我手 带着我梦游 带着我梦想 环游 越黑暗越歌唱 越频繁越发光 越是痛得哭了 越是笑着成长 越会不动翅膀 越是想要飞翔 越是逆着风浪 越是想着光 笑容里有沧桑 眉毛里有风霜 不去旁人眼光 成就非凡梦想 抬成真珠全场 母后望着光芒 照亮我的底下 站在你身旁 你虽然要想清楚 不要变成被抛弃的人 以前DTS 是以成年男性 为目标观众主体 您代表的那些社会话题 和犀利观点是主打的 但现在大家觉得 再这样走老路不行了 历史的车轮是不可逆转的 我的风格已经过时 该被放弃了 我再坚持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说的话被证明了吧 什么 这主播都是一时的 我早说过了 我做直播呀 不过就是随便玩玩而已 你独立直播不是长久之计 你来春泽吧 去你那儿做直播啊 快算了吧 停顿征改 这对网络直播来说 可是致命的 就算有许长野接盘 我看也没什么用 我做这么多 其实就是为了不让许长野接盘 你来 我们就能摆脱混乱的管理 让清流主播成为真正的主流 我一直在思考的 网络直播的切入点 就在你身上 你真觉得我能行 你真觉得我能行 我们一起试一试啊 风险成败不重要 让我来当你的幕后制作人 真正当一次 以后我就是你的人吧 虽然我还是不想理你 现在大家为了抢人各处其章 可唯有你淳于乔 抢得最准 你记得把公司锁下门 你干吗去 我不加班了 我买东西 啊 跟你们 不得了 你不得了 啊 您好 麻煩问一下有什么就是 男的不会用的 但是女的会用到的生活用品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很多男孩子 都会为女孩子买的 这边有很多品牌 你可以自己来选 谢谢 不好意思 我可能是表达错误 不是 不是那个 是日常用品 就是摆在家里头 可能女孩会用到的东西 那您跟我来吧 好 每次我需要你 我需要你 我的爱 多么幸远你在 每一秒需要你的时候 我需要你 我爱你 我的爱 你都在我左右 这档风雪和寒流 这档风 有声依赖 有了一声期待 有梦可待 自行 太新之前 换动的人海 音乐灯光 喧闹摇摆 命运厚之外 谁又独自醒过来 母后之后来不及无奈 伤口被疲惫被覆盖 有一种精彩 越孤独越盛开 是你让我强 让我成长 让我想成为最好自己吧 断发扬长 千万千风浪 你给我棒 给我翅膀 给我压力一次飞翔 做梦后指望 每次我找你 我爱你 我的爱 多么幸运你在 每一秒需要你的时候 我求求你 喂 我马上就到办公室 什么 我们这个季度的战略方向 大概就是这样的 小爷 怎么了 我这开会呢 黑子 围了惠美家 不是 你们千万别轻举妄论啊 叫保安报警啊 别引起更大的冲突 喂 喂 许总 不好了 怎么了 咱们春泽今天直播重开 文思慕老师也第一天上线 可是 是 粉丝掉了三分之二 跟在星天直播没法比 还在往下掉 集团总部下放 有什么指示啊 文思慕在线粉丝下降这么多 你早有预料对吗 不能说早有预料 应该是我一手打造 网络直播对于观众来说 就是一个养宠物的过程 宠物养大了很容易失宠 这几乎是所有网络主播的宿命 文思慕就是比别人强再多 也没有突破这个宿命 这么说前段时间 你是故意在星天直播 大力营销它 与其说是营销 不如说是消费 我承认 我的能力不如淳于强 不过比起你们所有人来说 我绝对是内容制作专家 星天的CCO故事白做的 文思慕他才走红两天 就如此傲慢 好啊 我加大营销他 透支他身上所有的乐趣 现在他痴情老男人 中年危机的故事讲完了 该体会一下 网络观众的冷酷无情 我本来是想用这个教训你的 我本来是想用这个教训你的 不过春泽把它抢了去 让淳于强背这个黑锅 也不错 现在这个局面 你是愿意看见的 还是不愿意看见的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你们这帮假粉 是谁过来的水局 说 说 我们就是粉转黑的 怎么样 他就只会炒作假唱 以前那歌都是别人替他唱的 辛惠美就是个骗子 骗子 骗子 惠美的身体状况 是他个人的隐私 还用告诉你们 但不管他怎么样 都是我们的天物 我们爱的是他这个人 爱的是他精神 对不对 对 他是不是唱歌呢 我们要听的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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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美的精神状态 本来就好转得非常缓慢 失踪对他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 而这次事件 实在是非常恶劣 我觉得血伤加霜都不足以形容 经历过枪战和失踪以后 后面就有了PTSD的早期症状 创伤后应激障碍 对 这种心理疾病呢 近几年多发于 中东战场退役的美国士兵 而经过一些媒体的报道 就被很多人知道了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其实除了战争以外 还有非常多的事情 都会导致严重的PTSD 而且相对于男性而言 女性更容易罹患 惠美作为一位音乐人 失聪的挫折 让她陷入深刻的自我否定 这直接导致她 丧失社交能力 开始害怕别人的眼光 而这次的粉丝围城事件 无疑是在她面前 全面彻底血淋泥地揭开了这一点 最后 她连那么一点转移焦虑的机会 都失去了 那后面我们应该怎么做 我的建议是 尽快把它转移到一个 相对安全的环境 特别是要再避免贸然跟外界 有任何的接触和联系 而且一定要有一个 非常值得信任的人 全天厚地在身边照顾 但是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 像这样的疾病 是一场持久战 不过至少这样 可以保证她的人身安全 人身安全 像这次的事件 就非常有可能激化PTSD症状 根据很多临床经验 还有之前的一些记录 病人在这个时候 为了缓解情绪的压力 或者对抗解离 很有可能会出现药物成瘾 胆关失调 陷入自闭 严重的可能会自残 甚至是自杀 对不起啊 我知道作为亲友来说 这很残酷 但是作为医生 职责所在 谢谢你医生 要照顾病人 自己的精神不能夸 要坚强 我会照顾好她的 我会照顾好她的 我一大早听小野说 粉丝为了心惠美他们家 我就想看看 有没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 我也想来看看你 好不好 天泽那儿有一别墅是空着的 我让他们 先把惠美移到那儿去 我看这桌上有胃药 是不是胃病又犯了 没有 我之前不是收东西吗 然后看到有一盒这个 我们过期了 我本来想扔了 你明明就 我 来了 看到了 现在情况不太老管 惠美不让任何人靠近她 她 小云也一直苦 我实在是哄不好她 我是真没办法了 你说怎么办 要不然 要不然 把她接到我家去吧 你家 惠美的父母也有感情创伤 她的事家里人还不知道 现在 只能靠我们吗 对 得先进燃眉之急 也没别的办法 暂时的 我懂 那 小云呢 虽然我也不太会照顾孩子 但最起码比你们俩好点 不然我就白天把她 带到我们办公室 晚上再给你们送回来 好 好 行 那就这么定了 你先别上去了 惠美 是我 以后一定要盯住 不管怎样 一定要直播结束好吗 好的 好 明白了 行 去吧 记住了 行 你和淳于乔都干吗去了 直播网站的事儿 还管不管了 文思默现在的流量 已经掉到谷底了 你知道吗 还不如一十八线小网红呢 今天直接直播到 一半走人了你知不知道 你烦不烦啊 你是春泽直播的监军 这种事儿不能自己处理吗 生活不是除了工作 就什么都没有了 工作也远远不是 最让人头疼的事儿 还有啊 文思默中途走人 是因为他看到了 惠美被粉丝围城的消息 他大周五赶到惠美家 惠美整个人已经崩溃了 根本不能见他 连呆都不让他呆 他只好悬着心离开 一个人喝闷酒去了 老大也去处理这事儿了 就是不知道 他能不能处理得了 那你不去帮忙 你跟这儿躲什么逍遥呢你 这才一分钟不到 就到打一耙啊你 我要是能帮我能不帮吗 那些个爱上淳于乔的女人 要是能想开着 欣赏我许青胜的女人 这世界早就和平了好吗 就你 用你的花心乱搞 拯救世界是吧 喝多了吧你 我也知道拯救世界 是不可能的 尽量拯救淳于乔吧 咱们现在能做的 就是把公司的事都处理好 别再给他增加压力 那你刚才还骂我 你知不知道 现在春泽直播 比星天直播的流量 还要差怎么办 况且现在还有一大雷 又有什么雷 你爸 他坚持要你们 复制《魅力远航》 如果不理他 恐怕他要采取行动了 把这个给老王 穆娜 你过来一下 过来 郭总经有什么吩咐了 外边气氛怎么不太对啊 你申请的奖金激励制度 已经下来了 有钱的时候 跟没钱的时候 气氛当然不一样了 有财务奖励 大家应该更有动力才对啊 只要有利益分配 每个人的想法 就会不一样 有的人会嫌太多 有的人会嫌少 可能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人会担心 咱们新媒体部 没准不能成功 或者你部总监的位子不稳 那大家伙就白努力了 而且有星天的邀约比着 你能怪大家吗 这个星天可真是给人找麻烦 今天还不是你勾来的 郁董任长认识我们谁啊 这是谁啊 小允 仙惠美的弟弟 你 进展够迅速的 这么快就开启丫鬟模式了 你说什么呢 什么丫鬟模式啊 你想呀 人家大公子带着大小姐养病 你跟在大公子的屁股 会不会还得帮人家带孩子 这不是丫鬟是什么 对不起 穆娜 我知道那天我说 陈泽瀚伤到你了 我真的觉得很抱歉 你能不能不要再这样说话 不要再这样对我 我真的很难受 难受 布小谷 我觉得 你根本就不了解你自己 你以为你只是说了几句 伤人的话吗 你说陈泽瀚很糟糕 但是现在我觉得 你比他糟糕一万倍 因为在你眼里 这世上只有两种人 一种是附属于你的 一种是你需要解决的 可能只有淳于乔 在你眼里算个人吧 我穆娜 什么都不是 你能不能别再胡说了 我没有胡说 我只是帮你看清 你在淳于乔心里 到底是什么 那就我现在看 就是丫鬟 你还要回来 小语 别跟任徐 小语 别跟任徐 小语 别跟任徐 姐姐 姐姐姐姐姐我了 干你了 姐姐姐姐你在干什么 她好些了吗 吃完羊睡了 你脸色看起来好差 我帮你买了点羊胃的饭 不想吃 吃一点吧 听话 你不吃吗 我 看着你吃 去 怎么会这样 你都多久不这样了 你全都不要喝 你全都不要喝 没事 我陪着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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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出去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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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啊 你别说不好意思了 跟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别着急 别伤心 别安慰心疼 别安慰心 别安慰心 你先回去吧 你先回去吧 尽管你现在在这儿 你也没地方借宿 我怕你回去台湾了 我会担心你 早点回去吧 早点回去吧 那 明天早上起来 我还把晓语你接走 你不用送了 明天早上见 到家给我发信息 好 我还要比他们高级 你更深 我总不会摇摆 你眼中倒闭的我 又圈阑光在 就算换回忆去活该 就算换回忆去活该 也痛快 你对我说过的 每一句再见 我最喜欢的就是 我最喜欢的就是 我们明天见 谁到来天安排 谁留下心处在 谁留下心处在 我天安排 尝尝尝尽 私宿'd entitled 应该去 尝尝尝尧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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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 刀过来 许总 您的球可是打得越来越好啊 风采不见当年 我有正宗的古巴雪茄 要不要尝尝 好好好 许少 您二位不去开公司的立香会 在这儿干吗呢 骞泽 我请你的两位投资者 来家里的球场打打球 承蒙许总相约 我们又岂能不赴约呢 许少 立香会不急 决策之前 我们正好呀 想听听许总的意见呢 老许总的意见 和春泽的决策 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许少 你这么说就不实在 就是 到底要我怎么说你们才能相信 春泽跟恒天是彼此独立的 我给天泽作证 恒天确实没有投资春泽 如果由我来投资春泽 我绝对不会允许这种 绕远路的这种方式存在 许少 你和淳于乔提出的 这个创新版的真人秀概念 我们是不大懂啊 但是我们觉得许总说的有道理 明明你们手里抓着魅力远航 这个铁定能赢的方案 可为什么要舍尽求远呢 对啊 这是不是拿我们投资论的钱 搞实业呢 这样做不太厚道吧 你说这话厚道吗 春泽成立不到一年 已经几个项目让你们赚钱了 花与火之战 难道没让你们赚得盆满钵满 花与火之战 难道不是创新概念 你见过这么靠谱的实验吗 花与火 我们是赌了一把 可魅力远航明明就成功 春泽没有魅力远航 要么就投我们的新项目 要么就什么都没有 真以为除了你们没人投了 两位 全子无礼 我这个当爹的 来 替他道歉 平心而论啊 这两位 已经是市场上 最开明的投资人 你的眼光我很欣赏 但是如果这么轻易地放弃两位 换了其他人 只怕被我说服的几率 会更大我 做生意 做生意是讲规律的 我不管你 和你那个天才合伙人淳于乔 如何重视林响 但是你们是绕不开利益最大化的 正当追求 你懂的 你懂的 没错 做生意有规律 文于市场更有铁律 你们想十人崖晖去玩滞后的东西 必然永远是二流三流 你们想落后于市场 想自作聪明地赔钱 那我们春泽就不奉陪了 许少 当着许昌野总裁的面 咱们就把话说白了吧 也许你是对的 但是春泽直播 这个季度是严重亏损的 您和许总有对赌协议 这点我们也是知道的 不久恒天集团 就会露骨到你们春泽 到时候许总的意见 就会左右春泽的决策 而我们 如果和许总的意见不一 就等于放弃跟投了春泽的机会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损失 而你也没有办法补救 不是吗 原来你们担心的是这个 我说呢 就算我爸再能忽悠 一夜之间 你们也不可能思想退化这么快 当着许长野总裁的面 我也不妨直说 这个季度还有一半 春泽直播 一定会起死回生的 棋位终局就先别高兴了 棋位终局就先别高兴了 你教过的 等着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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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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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们的大忙啊 这多亏我们这个产品啊 卖得还不错 要不然啊 连你们这个广告费 我都还不上了 您是言而有幸的企业家 您这次来上海是 俺这次来上海啊 就是去挖宝的 你看明年这个毕业生啊 我们就想多花点钱 聘请两个回去 帮我们啊 建设我们美好的家乡 岳总 有眼光 还有一个事啊 就是想找你们这专业人士 谈谈这个植入广告的事 植入广告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啊 开了这个电商了 我们这个产品啊 不仅想在这个本地门 还想啊 能行销全国 走向世界 所以我就想啊 这个电商销售啊 如果能在这个 网络节目里啊 打打广告 那是最好的 所以我那个堂兄啊 宏远就给我说 你们云海的这个 新的这个网络节目啊 就办得就补脑 所以啊 他就让我来找你们谈谈 好好好 我们下一季的节目中啊 环保就是一条主线 你们搞农业的 跟环保能搭上边吗 能搭上边啊 你看咱们现在全国上线啊 都在提倡环保 我们不光生产这个农药 而且啊 我们现在还准备生产这个 环保的 有机的种子呢 那太好了呀 那个 郭总啊 你看 咱们这个广告费啊 怎么给我们算呀 岳总 您放心 虽然我们这个节目 刚刚起步 何况是支持乡镇企业 再加上您和 岳宏远总裁 和我们的交情 我们肯定是折上加折 不瞒您说 您是我的第一个广告客户 您的青睐 对我们来说格外地有意义 不瞒啊 那可真是给藏点人 撕点人 那行 那完就 给您喝酒了 闻老师 之所以今天是我招待您 是因为淳于乔他 我知道 我知道他在干吗 抽屋出身来了 找个惠美 比干十份工作压力更大 我现在连工作都没有了 废人一个 你们找我谈什么呀 您可别这么说 我们春的直播可全靠您了 我说你们还不死心呢 我当初就告诉你们了 直播呀 你随便玩玩就行了 你们不听 非得一个一个地 抢着牵我 你这个直播吸引观众 靠的是信息量和趣味性 你一个人再有能的 也撑不了几天 好玩的东西说完了 肚子里没货了 也就没人看了 我现在就没那个热度了 对你们呢 我是爱莫能诛了 您说得对 传统宠物养成型的直播呢 依靠的是人海战术 大量消费透支主播价值 用完就丢 这种套路肯定不行 尤其像您这种 不可再生资源 所以 我们准备为您打造 专属的后备团队 为您源源不断地提供新消息 让您永远不会顾结 布总 我还这个人啊 一行费啊 就顺着赶着怕 就是我还有个事 想跟您再上来上来 您说 你看我原来在那个 云海台播的那个广告啊 跟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啊 完全不匹配 所以我就想 要重新拍一条这个广告片 但是我没这个预算呀 我想你们都是这个 专业人士啊 天天拍片子 你看能不能 顺个变 帮我们重新拍一条 也算是 咱们第一次合作的这个这个 附送的 是吧 你看 我们拍广告确实比外边的成本 低很多 但是您 广告费都有 拍片子的钱没有吗 这这这这这 两码事啊 不瞒那个 布总说啊 我们这个企业啊 这个股本啊 都是我们这个村里的一家一户 老少爷们凑起来的 所以这一分一离啊 都要用在刀刃上 不能乱花呀 我们这个预算啊 是一项是一项 我们有这个 严格的财务制服 你看就这这帮帮还没 是吧 月总 我明白了 您这个忙我们帮定了 就算是怀上次NV的人情 我们也一定要帮忙 您放心 这个妞儿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 谢谢 你没想象电视节目那样高啊 不完全是 淳于乔做了个方案 您看看 他还有方案 他这个人做事怎么可能没有计划 这个淳于乔 想得够细致的 很用心哪 他什么时候做的这个 他什么时候做的这个 其实不用我多说 您也是了解他的 在工作上 这还是第一次真正合作 有了更真切的了解 他现在分身乏术 我必须一个人靠近公司 所以您放心 这个方案 我一定会替他好好组织执行 您是在担心惠美 还是在担心陈月桥 两个都担心 说我呢 你不也担心他吗 我做惠美的粉丝两年 我真是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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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这一关 决定怎么样才能过 我 我 我也莫能助啊 我给你冲了一杯 慧 干吗呢这是 无论如何你都不能走出这一步 你坚强一点 想想你以前唱慕的歌 在想想那些关心你 爱你的人 我也不知道谁还爱着我 是我把你害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会一直陪着你经历 我一直都在 你别变人了 一直陪着我 没有人可以补证我 我的世界没有意愿 你等于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没有人可以理解得了我的痛苦 你理解不了我的痛苦 也没有人能够代替 没有人可以代替我 灰妹 灰妹 你这样可以吗 你这样可以吗 好 好 谁到来天安排 谁留下心处在 越亲密越伤害 过争过好或坏 回忆不曾留白 对未来的慷慨 谁给出我的现在 我当然期待 我爱你这三个字 倒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